我們到了蓮州 蓮州收費咒 不好意思,我男朋友 這件事 那男朋友叫做菜 蓮州 那外國男朋友呢 要做了兩 到另外一條山 所以叫過山腰 過山腰 這些有空池 蓮州 蓮州 這是蓮苑那些 比較旺的地方 蓮州大渡西 這裡是蓮州大渡西 到處都是 大興土木 大興土木了之後 這邊的山區 那些商品樓 應該就是商品樓 那些河很淺 山上的河 很淺 那些商品樓 都一樣 到處都有很多的商品樓 那這條河 那這條河 好 這兩天 這兩天 這裡才是最高的商品 我們現在來到蓮州 小客在這裏 我們坐車坐多久時間來到蓮州 三個多小時 遠不遠啊? 遠不遠啊? 其實很緊張 因為我們這間車輛高速見好了 可以基本上直至全庭高速到達到蓮州 車輛高速未見好之前 車輛一卡公路的時候 搖族 土珠 有一個殘的米格機 蓮州圖書館 哇 所以現在大大地縮短了車輛 一次的話真的很快 來到蓮州 入市區第一時間 我先去看看 蓮州是一個山區的地方 一個山區遠城 兩三條主觀道 應該是震光 我們現在所行的這條路 叫做什麼路呢? 叫做圍光路 為什麼叫做圍光路呢? 一會兒小學告訴你 先看一下我們的左手邊這個位置 左手邊這裡 第一個是蓮州市文化廣場 這個廣場 蓮州市文化廣場 是我們整個廣中省面積最大最闊的一個廣場 看它的總面積是多少? 四十六畝地 所以說這個廣場非常大 總共是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圖書館的右手邊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第二部份就是圖書館的左手邊 然後現住樓梯一落行程上 會上到哪個? 厘寿機蓮碑 所以說總共不是三部份的 非常寬闊的 但是再看一下這樣的左手邊 這部是列治基蓮碑 那邊是列治基蓮碑 我們看到了 《列州大酒店》 加上是報團的時候 是報它是貴賓團到我 所住的酒店就是這樣 是我們蓮州市的地標 蓮州市的地標 也是蓮州市牧場之中 這麼地標 人家講的很稱為當地的生日 大不得 只不過是最美麗的 那我們現在數下這條路 剛才小夏說了叫維江路 維江路最主要是以什麼為主 而是埋摩托車為主 我們可以看看兩邊 很多都是埋摩托車 這個是其一 其二是什麼呢 其二就是埋陶瓷 陶瓷也是比較多的陶瓷 那其三的話 剛才小夏說了 為什麼叫維江路 看看我們的靜前崗 看到有什麼味道 轉彎之後 我們就會走到另外一條路上面 這條路叫什麼路 叫路107個道 也是省道114 意思之外這一段是國際公路 所以說是有兩個名的 那我們即將就會過一座橋 這座橋是蓮州的城南大橋 也是蓮州市目前為止保留到 剛才我們是最旺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看 在過橋之前我們先看看 我們的右手邊這個位置 為什麼先看看右手邊這個位置 我們先看看這個河堤 這個河堤 這個河堤是不是見到比較高 是 而且也是比較深淨的 為什麼我會見到這麼高 這麼深淨呢 因為蓮州市每年都會有水災鎖發山 這個位置是最嚴重的 震到一樓的三米二山 連連都會震 雖然現在是建好了河堤 是吧 鳳凰大德建好了 但是一樣都會震 一樣都會震 為什麼說一樣都會震 那些河水裡會有些水災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鳳凰大堤 那來到這邊 蓮州市的城牙這邊 先看看我們右手邊這裏 右手邊這裏 是我們蓮州市 開發到最早的一個小物流門 叫什麼小物流門 城市村嶺 也是蓮州市目前位置 最貴的住宅區別墅 別墅是最貴的 但是這些別墅 賣出去的未超過三分之一 才有很多未賣 但是這個位置也有蓮州市最便宜的樓盤 是吧 一套一套的商品房 看到沒有 這些是蓮州市最便宜的 幾錢一個幫助 十元 三千多 兩千多 我跟你說 別墅的話是七千元左右 哇 值得 但是那些一套一套的商品樓盤 是幾錢一個幫 一千 一千是客戶 一千是客戶 即是去年 應該說今年三月份之前 空置了很多 之後 這麼多年發展下來之後 買多三分一 我們現在看到路邊有些人賣菜 對不對 但是出到外面那裏 沒有一個中新市場 沒有人在賣菜 所以你說我煮著飯 剛好有一個人不來的話 我上去買些菜回來 不好意思 沒有市場的 這個是奇異 其他的話 就是我們 現在的家長最關注的是什麼 就是小朋友的讀書問題 對不對 在城市春天那裏 開始現在是白山 在城市春天那裏 每一個位置的風光都是不同的 而且這裏也是有些 我們現在開始 自己看 人家說的 自己看的才是真實的 所以說 一路上面 就是看兩邊的風光 那我們 去到龍潭生態旅遊道教區 首先 會經過一個牌坊 這個牌坊是 龍潭生態旅遊道教區 過完這個牌坊的話 就要看看我們的右手邊 右手邊就是餐廳 叫做龍城樓 我們今天中午在這裏 就用了個中餐 在這裏用了個中餐 用完中餐的話 我們就去哪裏 就可以遊船 又拿我們行前上面幾點 龍潭的黃川山行 即是我們面前的武漢行 黃川山行 黃川山行 行停就有三個客 哪三個客 楊跳客 還有什麼 還有呢 小客就不懂了 留意我們在座的 各位貴賓的話 可以自己聽聽講解 原來龍潭解 聽就聽了 人家說的三分兩七分次 讓你自己去想像 除了看這些之外 聽這些之外 還要看看兩邊的 現場是和我們 看著頭髮 完全是不一樣的 首先 你以為我們搖著頭髮 和我們看著頭髮的情況 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叫做阿尼 阿尼 結了分 就叫阿尼 這個就是 我們要到頭髮的結了分 阿尼 當然是做了夜夜 和媽媽的 又怎樣稱呼 做了夜夜 就叫做什麼 共的 對了 一做到媽媽的 做了媽媽的 就叫做波故 叫做波故 這個就是我們搖到頭髮裡面的 稱呼 所以我們搖到頭髮的 就是和我們看人 是完全不同的 好 來到這裡 首先看一下我們左邊 這個位置 我們有沒有看到 那些屋是比較特別的 是這些 你們的苗作的廟 是寺廟來的 是嗎 錯了 不是嗎 錯了 我們過來的時候 過到城南 這邊的城南橋 的時候 有沒有主意看到 有間學校 對 那是表術學校 那是 這間是武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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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民族文工 亦不同 真的好荒謬 那些民族服飾 亦不同 至於民族服飾 小學校 一會兒 我們去到 尤其風情表演的時候 都會看到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的尤其同胞的家人 好 在田裏面有很多石頭 哇 有很多石頭 但是尤其同胞 就不同了 他會給我們開著同胞提示 他利用石頭之間的地 來種東西 十二天早上的話 整間獨鬥都在街市上去買東西 買什麼東西 買一些 青菜 蘿蔔 七月初七 他們在說牛郎的女 對 牛郎的女 但是在我們尤其同胞裡面 是叫做什麼 開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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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唱節是 什麼人開唱 是代婚阿貴哥和沙妖摩的開唱節 就是 到了 開始可以結婚的年齡的時候 他就準備了什麼 L.S.I.U 就開始L.S.I.U 就是自由戀愛的意思 就是溝淚的意思 這個字 這個日子 曼克的十二點開始 阿貴哥和沙妖摩會去到哪裡 去到川外 去到川外 川外 川外有一個平地 供他們自由戀愛唱 如果是一個阿貴哥 體驗到這個美女 他就會將自己 在西裏面的好話 所有的好話 全部以歌形式唱出來 對著這個 在哪一排 或者是在哪一棵樹 的樹 下面 三個美女 就會告訴他們 到第二天 晚 這個阿貴哥 會照顧那些什麼 照顧那些朋友 一起去L.S.I.U 去到她的家 去到她的家 既然知道這間屋 是她的家 但不知道她住哪間房 對吧 電了一萬元 一在二戶 就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如果她就會暈到這間房間 在下面就唱情歌 這個美女 就偷偷地 向窗外看出來 如果看到她 是她自己 喜歡的帥哥 她在那裡 跟她對著槍 槍下槍下 就下來開門 進去坐 但在第二天天亮之前 一定要離開 即是那個美女 一定要離開 為甚麼這樣說 如果那個美女 離開過家 被村裡的人看到 就證明 你們兩個人 現在的分事 已經扔了下來 如果沒有看到 這個美女 還可以去選擇另一個人 這段期間 都可以開槍 那七月初七前 這段期間 當年初一的話 這段期間 可不可以唱啊? 不可以唱的 這段時間是甚麼人唱的? 這段時間是寡父 和寡公所唱的情歌 所以說 如果是一個美女 對著一個美女 這段時間你唱情歌 她不會單止 和你唱 反而她還要追著你來打 不過追著你來打的時候 你知道你已經是做妥當事 你只可以停下 讓她打 打到自己遠走為止 所以說 這個是甚麼? 這個下我們要做同胞的 真是珍重 而且是比較記得 好了 我們看完這個 這個表演的時間 是多長 是五十分鐘 就不是住市區 他們就是住市區 可以好一點 是 看一看都好 可能是這裡 下面 下去這裡 遙族表演 應該是那個位置 現在對著那裡 表演的位置 來到龍潭站 這是龍潭醫院 龍潭站 是龍潭的地方 是龍潭的地方 你看裡面 那種錢 這些東西 那些,這些太足了 那他們不斷 很難啊 退換爾巴雅 也很難 像而太多 綽繃 一到龍潭 龍潭 兩梭 然後雷ολ 出污 我們現在來到這裏準備吃完飯 然後就下午休息一下 在這裏吃飯